Switch OLED并不是大家预想的那种半世代Pro升级 更像是GBASP,DS Lite和3DS XL这样的小优化 一样的性能几乎没变的整体尺寸 互相兼容的手柄和Dock 升级了屏幕,精细了做工 支架改成了稳固可调的铰链设计 其他的都没变 对于一个XL升级版来说 这些优化本身还挺不错的 真正让玩家感到没那么爽 让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左右为难的 是它的发售时间和价格这些因素 上次的开箱视频里 有我对Switch OLED的外观层面的介绍和感受 现在我已经使用了一周左右 两边只会看滑轨也变松了 可以回答一些更深入的问题了 Switch OLED最重要也是最大的升级 就是屏幕 那么屏幕真的升级了吗 升级了 确实升级了 屏幕从塑料变成了玻璃 而且在MicroLED技术成熟之前 OLED就是显示效果最好的技术 最大的优势就是色彩艳丽 每个像素单独控制 对比度高 可视角度好 这些特性都很好地体现在了Switch OLED这块屏幕上了 只要开机使用就能体会到 在一些色彩亮丽 有很多深色场景的游戏 比如哈迪斯 OLED面板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OLED版比普通版Switch在系统菜单里多了一个叫主机 画面的饱和度的设置 默认是饱和度模式 其实就是主动提高画面的饱和度 发挥OLED的优势 在大部分游戏里面看着还是挺舒服的 如果不喜欢也可以主动把它调成标准模式 那就是正常的饱和度设置 不过实际玩起游戏来 我感受最深的其实是 边框终于终于变窄了 果然屏幕这种东西 大就是好啊 即便分辨率都是720P没有变化 大屏幕的观感提升还是很明显 至于大屏幕带来的一点点像素密度下降 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夸张 实际使用体感根本不明显 认真算起来 如果想要肉眼无法区分像素 两款屏幕需要的距离分别是 38厘米和41厘米 只差3厘米 任何人都把握不住这3厘米的差别吧 如果你不觉得Switch原版 比Lite像素密度低是缺点 也就不用把OLED的大屏 说成是降级了 不过OLED版屏幕在最低亮度下有屏闪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在光线明亮的地方来玩 亮度要调到50%以上 其实如果要考虑到护眼的话 任何设备都不应该在非常暗的环境下玩 另外还有一些在网上被广为流传的说法 比如从奥迪简胜的屏幕 OLED是钻石排列 这些基本上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或者被夸大其词了 不用特别担心 我整个密特罗的生存恐惧 几乎都是在OLED上打通的 白天夜晚以上问题都没感觉 但是OLED最大的风险 烧屏 这个就需要展开说说了 OLED因为每一个像素是单独发光 调节色彩和明暗的 只要发光就会有老化 导致这些像素亮度下降 当某个区域非常长的时间 显示同样的画面 比如电视台的台标 电脑的菜单 或者游戏里的UI 老化的明显比周围的像素多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种图像停留 Burning了 也就是烧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少见到OLED的显示器 因为电脑上各种纯白的窗口 菜单 静态的东西太多了 很容易烧屏 不过我们并不需要担心这个 心里有个数就好了 实际上对于游戏来说 只要是正常的使用 是根本达不到烧屏的程度的 基本不用担心OLED的寿命 现在很多手机 10年前的PS Vita和很多高端的电视 都是用的OLED屏幕 正常的观影啊 游戏啊 是造成不了那么夸张的影响的 国外的YouTuber拿到Switch OLED以后 亮度开到最大 静止不动 放置了7×24小时 也没观察到任何烧屏迹象 而且Switch系统里是有防烧屏的设计的 不止OLED有 老板的Switch里也有 会在一段时间以后降低屏幕亮度 这个设置其实是为底座模式保护电视准备的 但是在掌机模式下也适用 所以结论 这是一块可以放心使用的 更现代更漂亮的屏幕 然后就是购买建议 如果你是指玩主机模式的朋友 肯定就不用考虑OLED了 可以完全当它不存在 继续回到Switch Pro的梦乡 反正主机模式OLED唯一的改进就是这个Dock 多了一个网线接口 过去的普通Dock 也可以通过插一个USB网线转接器来实现一样的功能 而且Dock和普通版是可以互通的 觉得新款好看 单独买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你经常使用掌机模式 那就要算算账了 Switch OLED在正常情况下 比普通版Switch要贵50美元 350块人民币左右 和续航版相比 OLED版续航相同 性能相同 Joycon和底座互通 扬声器几乎没变 对于还在打算购买Switch的朋友来说 要考虑的就只是 这个屏幕更大一些 漂亮一些 做功能好一些 那这一点提升值不值 只看价格的话 肯定不值 这屏幕才多少钱 已有Switch 但不想升级OLED的朋友 也有一个能达到OLED五成效果的办法 就是自己淘宝买贴合屏替换 网上都说过程蛮简单的 拆开 换上 装好就行了 自己换贴合屏也不算便宜 原料200多块 还不算手工 但我试了一下 因为螺丝老化的太严重了 所以失败了 大家谨慎尝试 一不小心还要送修 我自己实际体验下来 虽然新屏幕确实很棒 但用惯了OLED 再换回老板 心理落差 倒也不是很大 最多只会感叹一下 啊 变框好宽啊 不过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还是会买OLED 但也只是出于 想用新款这样的考虑 那么 和Lite比呢 同样都是适合外出的机器 我自己是很喜欢用Lite的 机身更轻 按键手感好 有十字键 整体机身更扎实 价格也便宜将近一半 但屏幕和续航 比OLED要差得很远 真正致命的是任天堂的 云存档和多机器系统 做得非常差劲 在两台机器之间切换 玩同一个游戏 就属于自寻烦恼 不过我又仔细想了想 Lite还是胜在机身轻 可以躺着玩 不怕撒脸 而OLED只能靠在床上玩 开头说过 问题没出在机器本身 而是出在了 它推出的时间和价格 参照以往的经验 Switch OLED作为一个 优化做工和体验的 改进机型 应该是Switch本来有的样子 可它出现的太晚了 现在Switch发售 已经接近五年 嗯 GBA SP是在GBA推出的 两年后发售的 完全不同的外形 还增加了背光 竟然还维持了原价 99美元 3DS XL是在3DS发售的 第二年就推出 价格比3DS的首发价 还低了50美元 怎么到了Switch 过了五年 原材料和生产线装备成本 都低到什么程度了 你换了个瓶就出来卖 还好意思加价50刀 Switch硬件 本来就一直都在盈利了 任天堂 到底是什么 让你变了新 是市场 我想出了三种动机假说 假说一 这是任天堂 对其他两家的应对策略 PS和Xbox 不如次世代以后 和Switch原版的 性能差距增大 打出了两个世代 很多专门为Switch 开发的游戏 在Switch上 帧率表现算不上好 大家都期待着 任天堂 能够做出些什么回应 任天堂也觉得自己 应该 做出点什么回应 于是随便写了点 就交卷了 假说二 任天堂看到 2020年Switch 完全供不应求的状况 意识到 不仅可以不用降价促销 甚至可以涨价 但又不能无耻地 直接涨价 于是就采取了 业内常见的 价格歧视法 推出利润更高的 稍微升级款机型 从预算更宽裕的用户手里 收走这部分价值 这种价格歧视 其实非常常见 比如根据 2020年Polygon的报道 PS5的生产成本 450美元 索尼是持平卖光驱版 亏钱卖数字版 但在疫情之后 事后推出新款 涨价的例子 上一个还是英伟达 30的TI系列 比30系涨价很多 性能提升却很少 英伟达也是知道 之前卖便宜了 现在就把产能 更多分配给 利润率更高的TI 假说三 任天堂经过 缜密的市场调研 发现消费者 就是想要一台 只有屏幕升级的新机型 并且因为疫情原因 即便屏幕元件成本很低 但是装配和研发成本 都非常高 不得不把售价 提升了50美元 一切都是为了消费者 任天堂之前 特意否认过 OLED的利润率 更高这件事 但那是率 利润率不变 利润 还是可以增加一点点的 假说 都是假说 如果在一个 正常供需关系的市场 Switch OLED 应该会用原价推出 然后原版降价 大家皆大欢喜 但OLED的 首周销量数据告诉我 任天堂确实有恃无恐 谁让Switch就是可以随便卖 其实吧 Switch OLED出不出 我并不是很在意 我更加关注的是 它能够出一个 大家都期盼的 Pro机型出来 说到Pro机型 我原本以为 随着OLED的推出 关于Pro机型的传闻 一定会死透 但没有想到 不仅没死 还变得更多了 Bloomberg又报道了 关于开发者 从任天堂手里 拿到4K开发套件的事情 甚至还暴露人家的名字 网上有人拆解了Dock 发现 新Dock和旧Dock 用的HDMI芯片不一样 是支持HDMI 2.0的 也就是支持4K 60Hz输出 Switch的12.0系统 也添加了更新Dock固件的功能 这就让人很担心 任天堂会不会 在不远的将来 真的杀出一个 Switch Pro出来 那这对于 刚满心欢喜 买了OLED的玩家来说 就很尴尬了 我觉得哦 如果不是全球芯片短缺 任天堂还是很有可能 把Switch Pro给憋出来 但如果预估产能跟不上 它又很重视 铺开市场这件事 那其实就没有必要 冒险升级芯片了 最后总结一下 Switch OLED 是一台没有人要求 任天堂推出 但任天堂却推出 并且涨价了的型号 大部分人 说实话并不需要它 买了也不亏 不买也不亏 OLED的型号最大的作用就是 它的存在会让你的Switch 看着像旧款 如果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流